你最喜欢哪部动画片 是千语千询还是大闹天宫 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的竞争 在第82届颁奖典礼上达到了一个巅峰 甚至我怀疑今后都不会出现这么激烈的情况了 那一年当中提名的五部影片 制作和拍摄手法完全不同 分别代表了动画的五种类型 这在奥斯卡乃至世界动画的评选当中都是罕见的 那一年获奖的影片叫做《飞乌环游记》 这是一部3D立体动画 他的出品公司是乔布斯创立的皮克斯工作室 这也是皮克斯的第一部3D观影动画 其他提名的影片有《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这是一部定格动画 导演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韦斯·安德森 乔治·克鲁尼为狐狸爸爸配音 《公主与青蛙》这是一部平面动画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动画 出品公司是迪士尼 但是在当年这样熟悉的动画形式 反倒变得很另类了 《鬼妈妈》这是一个布偶动画 这是一个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 但是更像是爱丽丝梦游陷阱 如果说以上的三种动画太过怀旧 那么最后一部提名的《凯尔金的秘密》 简直是古到不能再古 这是一部分层的手绘动画 所以那一年五部竞争的动画片 五种完全不同的动画类型 但是要我说的话 那一年最好看的 评分也最高的 是一部连提名都没有获得的影片 叫做《玛丽和马克思》 有意思的是 那又是一种类型 黏土动画